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加拿大环球华语电视台制作的环球新闻周刊 探电是新的商业形势下诞生的一种消费宣传方式 我们CCCTV近期推出的探电栏目 十回够Coupon Search一开播就得到消费者和商家的一致认可 因为大家都在节目里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没错 这是我台通过电视手段为商家和消费者搭建的一个交互平台 丰富的商家资讯和折扣信息相信一定合您胃口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本周 省府4号宣布 安省药物津贴正在做出改变 旨在改善低收入老人的药物支出 新政预计将为超过17万名长者 每年平均节省130元自付药费 近50万老人将无需支付垫底费 每次配药最多自付2元 为了上述改变的实施 省府动议 今年8月1日起提高收入门槛 以便低收入长者合乎资格享受药物津贴 从上周六开始 京东的最后一波寒潮袭击多伦多 暴风雪横扫过后 GTA大部分地区再度裹上银庄 据安省警方数据 在雪暴降临的12小时内 安省境内发生了650起车祸 其中400高速在周日发生一起20到40辆车连环相撞的特大事故 本周三 安省再遭春季雪暴袭击 局部降雪达20厘米 气象专家称 寒冷天气要到4月底放冷结束 但今年的春夏凉季都将暖于平常 多伦多地产局早在年初的开年报告中就曾预测 今年的大多地区楼市将会是持续发展的一年 更有可能形成第二个高潮 本周出炉的第一季度数据也证明 尽管多伦多屡次入春失败 但本地楼市却早已迎来小阳春 来看报道 多伦多地产局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房屋销量同比增长15.8% 均价同比上扬13.6% 华人关心的独立屋楼价暴涨15.7% 416地区独立屋的平均楼价为117万 华人聚居的列治文山市独立屋已经接近140万 万景市则近130万 业内预测 公布应求的局面将会继续加剧 如果本地换房这个需求是很强的 很多家庭来这生活一段时间以后 比如说5到10年以后 他们的家庭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质的飞跃 以前的小房子就满足不了需求 所以现在大家都纷纷地把以前的小房子 旧房子卖掉 去到北面去买新房 这个是华人的最大的一个需求点 华人都喜欢住新房子 所以他们挡不住这种诱惑 所以就逗逗往北面去买新屋 所以这个需求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另据《经济学人》杂志分析 受温哥华多伦多两地房价飙涨的影响 加拿大的房价被高估了40% 全球一体化则是导致本国大城市房价失控的主要原因 大多数本地人还是通过这个国际化 或者是大都市化获得了直观的一统级 因为在我们多伦多拥有房的比例是60% 如果本地人他有房的人他不会冤枉的 从我个人来说肯定希望自己掌握我的房子不就高了吗 但是所谓那个市场上来说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这个吧 实话是说应该说这种过热是不正常的 对 而且是不会持久的 国际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受益于全球一体化 或许是必然的结果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等国家的许多城市 也正经历房价暴涨 但楼市过热 而后崩盘的前车之间也不是没有 因此 多伦多房地产市场这种疯狂涨势 仍是值得人们警惕的 或许我们更应该期待的是一个稳步上扬的健康楼市 3号 全球百家媒体突然统一口径播发重大新闻 巴拿马一家利索的海量金融文件被泄露 经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数百位记者调查 泄露的1150万份秘密文件 披露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有钱有势的人如何通过避税天堂来隐藏财富 其中 RBC以及450名加拿大人网上有名 同样被卷入丑闻的还有冰岛总理贡劳格松 他在冰岛民众的抗议声中于本周二宣布辞职 成为被巴拉马文件拉下马的第一位政治人物 近年来 上海墨葬用地资源日益捉襟见肘 每座墨地均价高达10万元 高端墨地价格更是在30万元左右 而周边郊区一套数十平方米的两居室 均价也不到20万元 于是一些市民便前往上海崇明 江苏 启东等地购买商品房 专门用以存放骨灰盒 当地小区居民称 清明前后 常有人在楼道内烧纸钱祭奠 金像奖对于天王郭富城而言 就好比奥斯卡之余莱奥纳多 在刚刚落幕的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五度入围影帝角逐的郭富城 终于摘掉了香港小李的帽子 凭借影片《踏雪寻美》 斩获影帝桂冠 本届五位影帝提名者都可谓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 但五个人的平均年龄竟然达到了53.6岁高龄 香港男演员青黄不接的现状似乎依旧尴尬 是的 这郭富城算是熬熟头了 但第六次入围依然煞雨而归的歌神张学友 大概只能高歌一曲 其实不想走了 不过张学友不想走 却有的是人愿意出走 这不 在中国内地刚刚结束的清明小长假期间 尽管天空不作美 春雨震震 全国各地的著名景区却再度爆满 怪不得有网友感叹道 我没走过山和大海 却都在看人山人海 如今 这端午节 清明节都逐渐成了大家的旅游节 让我不由得想取了那句诗词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新人 不 景去游人 踩小根 本周近日我们视线的人物是画家王灵寿 王灵寿自有爱好艺术 尤其是书法和绘画 十几年前他来到加拿大后 一直在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努力 一起走进环球人物 我叫黄灵寿自有爱好艺术 尤其是书法绘画 从十几年前来到加拿大以后 我多增加了一个项目 就是传播中国的文化 也算是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吧 文化是美国际的 比如说赵修之老师 创意的这幅《中国人民乐器来》 为了转现中国这几年改革发展的 蓬蓬成功转现给世界人们 我们就创造了一幅中国人民乐器来的作品 当初说用的绘画手段 很多的是中国的元素 使西方的文化更含蓄 更有内涵 从而使中国的文化元素走进世界艺术当中 这就是我努力发展的方向 马勇这幅画的原唱的意义 就是说马勇、马花腾、柳川芝、黄蛇、任志强 包括董明子女士 他们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为中国的经济文化 起到了一个不可顾量的作用 因为没有这个经济作为前提 我们发展焚化是一句空话 如果没有他们的加入 没有他们的努力 至少我们这个文化的大复兴 会缓慢的推进 如果有了他们的助力、改力 我坚定不易地相信 我们的民族大复兴止乐可待 这周末吃货朋友们有口福了 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 多伦多美食节将在AnnaCare Center举行 近百家商户提供多种美食 更有顶级厨师问大家现场秀厨艺 话说这四月不减肥 六月涂伤悲 在美食节吃饱了饭就有力气减肥了 本周六在High Park将举办马拉松长逃活动 由5000米和8000米两种选择 不是为一个健身减肥的好去处 没错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环球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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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